斗罗大陆五 重生唐三 作者 唐家三少 第八十四章 巨如一团火 散若满天星 九岁五皆吗?天赋倒是不错 圣母并没有感到惊讶 那就由镇长好好教导 学院现在有十六个孩子了吧 是的 加上新来的这个正好十六个 张浩轩说道 圣母轻叹声道 这里可能不能持续太长时间了 啊 张浩轩不禁惊呼一声 这 圣母淡然道 她似乎已经有所察觉了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必须有所转变 学院方面可能要进行转移 当然 现在还没有决定 可能会有变化 不到万不得已 我也不希望这里发生变化 这是我们好不容易才经营起来的 张浩轩苦笑道 那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圣母摇摇头道 不好说 具体的你等我通知吧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嗯 我明白 您也要多保重 您是组织的脊梁 为组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您一定不能有事 张浩轩攻身行礼 圣母摇摇头 道 我不会有事的 为了大业 我一定会好好的活下去 正在这时 圣母的面纱转向门的方向 下一瞬 门骤然开启 一个有人点愤怒的声音 随之传来 好你个张青轩 你这 话说到这里 趋然而止 蓝紫色的光影 在房间中凝聚 瞬间变得清晰起来 正是私儒 她此时已经看到了 坐在主位上的女子 嘴角抽搐下 躬身致意 道 圣母 对不起 我不知道您在这儿 圣母微微一笑 道 私儒老师不用客气 您还是这个急脾气 私儒有些尴尬地挠挠头 道 没办法 受自己的血脉影响 张浩轩美好气地道 你这么匆匆忙忙的 让人看到怎么办 怎么了 你一进门就骂我 私儒道 唐三那孩子 你必须交给我 这孩子跟你就废了 你懂什么元素掌控 张浩轩冷笑一声 道 就知道 你这老家伙会跟我抢 所以我才先下手为强 你想都别想 他已经正是拜我为师 你没机会了 私儒刚想说什么 却听坐在主位上的圣母道 你们说的是 新来的那个孩子 嗯 张浩轩点点头 圣母微笑道 连我都有些好奇了 能让我们 私儒老师如此动心 看来他的天赋 真是相当不错呀 私儒道 变异 风狼变 对风元素 拥有极强的亲和力 和掌控力 此等天赋 真是万中无啊 他以五阶实力 跟五兵纪打个了平手 绝对是学院 最优秀的苗子 关键是他只有九岁 我的能力 也是元素掌控 这孩子不交给我 简直是抱殲天物 张浩轩你懂个屁的元素掌控 和五兵纪平分秋色 风元素掌控 能和兵元素掌控抗衡 这下连张浩轩都震惊了 那天他压服唐三时 根本就没给唐三 发挥自身能力的机会 他只知道唐三能够使用多种能力 却没想到 这小子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强 唐三只是展现了一个风狼变的能力 就让丝如来找自己拼命了 要是丝如知道唐三还有其他能力 圣母饶有兴慰地道 那确实是不错 单纯修为达到五阶不算什么 但如果在掌控力方面能与兵纪相比 那就有点厉害了 你们要好好培养这个孩子 好了 我要先回去了 镇长 我说的是你要提前做准备 以防万一 说着 他已经站起身来 张浩轩和丝如同时用右手俯胸 露出手背上的旧熟符文 如果唐三在这里就会发现 丝如手上的旧熟符文 和张浩轩的符文是一样的 都是青色 并非他预测的蓝色 聚如一团火 散若满天星 圣母轻轻地吟唱一声 下一瞬 他已经化为光影悄然消失 巨如一团火 散若满天星 张浩轩和丝如郑重地 重复了圣母之前的话 片刻之后 丝如才看向张浩轩 问 徒弟给我 行不行 想得美 张浩轩毫不犹豫地拒绝 你想找接是不是 丝如恶狠狠地道 张浩轩沉声道 你知道圣母刚才 为什么会来吗 丝如愣了一下 道 为何 张浩轩神色凝重地道 他说我们这里可能无法持续下去了 学院随时有可能关闭 嗯 丝如一下睁大了眼 被发现了 不应该啊 我们已经很小心了 张浩轩苦笑道 那位的能力你又不是不知道 如果不是有圣母的庇护 我们能在这里安稳生活这么多年 还是早做准备吧 提前通知大家 实行进级计划 除了学院这边的孩子 不急着撒走之外 其他各部门先分散到别的城市 潜伏起来 等风声过去 再看看他不塌回来 丝如点了点头 圣母亲自前来 应该是入酒不离时了 那孩子们怎么办 张浩轩想了想 道 按第三套计划 第三套 为什么不是第一套 那样不是更安全吗 丝如惊讶地说道 张浩轩拨拨头 道 第三套吧 这一批孩子太优秀了 我有点会不得 更何况 这边还有圣母照应 就算有风险 圣母也能帮我们规避很多 你鬼点子多 就按你说的做吧 那徒弟的事情呢 唐三跟着我 肯定比跟着你好啊 丝如还没忘了 自己来找他的目的 张浩轩道 你该教导他 还是照就教导他 至于换老师这件事 你就别想了 我好不容易才收一个徒弟 他的妖神便 就算是便衣风狼便 难到底运能跟独白 成子诚 他们相比 兵记得兵精便你都没动心 怎么这次就这么动心 你这急躁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改 要不是因为你这臭毛病 你也应该生蓝极了 主上还能让我一直看着你 等唐三未来突破到七阶 进入高阶 你再有想法也来得及 丝如目光灼灼地看着张浩轩 道 你这家伙鬼点子太多 按照大家的说法 就不能听你多说 直接动手 奏到你服是最好的办法 看在圣母的份上 我就放过你一次 等唐三突破到七阶 就要改拜我为师 张浩轩瞥了丝如一眼 并不动怒 只是淡淡地道 等他突破到七阶 让他自己选择好了 如果那时候他愿意 妻师灭祖 改拜你为师 我也不反对 丝如知道自己 怎么都说不过这家伙 索性不说了 他转身就走 没跟张浩轩动手 目送着丝如离去 张浩轩轻叹一声 老丝啊 你哪里知道 那孩子身上寄托着的 很可能是我们人类的 另一份希望啊 就算是主上 我都没有汇报 在他成长起来之前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任务单就在这里了 就熟学院内 独白带着唐三 来到角落的一个房间之中 令唐三有些惊讶的是 这里竟然是武兵记住的地方 负责管理任务单的 正是武兵记 大师兄 唐三主动行礼 武兵记微微笑 道 小唐你好 想要接任务吗 玩 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点赞和分享哟